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花花世界有你有我 在花花世界有你有我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一起感恩一起欢笑一起疼惜一起成长 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这花花世界吧 观众朋友在我们各种综艺节目中最受欢迎最受好评的就是 超级星光大道还有这个中国好声音 或者是在我们西方社会的达人秀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唱好歌这件事情好像变成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除了可以自娱还能娱人 说不定在商场上因为你可以展现自我开怀唱歌 也许对做生意也有一点帮忙 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请到在休斯顿非常有名的一位 交唱老师也就是知音歌唱班的老师 李昌元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跟我们谈谈唱歌这件事 好 先来跟李老师问好 哈喽 李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主持人好 是 李老师我知道您交唱很多很多年 有时候是交长者 有时候可能是交一些并不常唱歌的人 你要不要先在节目中跟我们朋友先谈一谈 交唱歌这件事您的感想是什么 还有有没有碰到很难交唱的人 您会怎么样跟这些朋友帮助他们 让他们唱得更好 教唱来说的话 对我来说 我因为退休之后 没什么其他的事好干 这是我的兴趣 恰好有这个机会 我跟同学们在一块 所以过了好多年的很愉快的时间 同学们你在唱歌的时候 大家心情都会比较愉快的 所以说我跟厨子都非常好 是有的同学他在唱歌方面 还是有点困难 尤其是我们的年龄都比较大 我的同学平均起的都70岁 差不多现在我这些同学 平均起的70岁 等会儿我会给您介绍一位 还有90多高龄的 那个唱歌 那个气 那个歌声非常好的 等会儿我给您介绍 最近您问我说 同学们唱歌有没有什么困难 但我说当然各有各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他们自个儿没自信 或是从生活经验中 没有人给他鼓励 或者他自个儿唱过的 别人会说一句话 在他就很介意 他觉得唱歌不是他 他所能的事 所以说他慢慢的他心里就有着障碍了 可是在我们班上之后 我们同学大家都在一块 每一位都看见了兴趣都非常高尚的 所以说他慢慢慢慢的提升他唱歌的兴趣以及信心 我认为信心是最重要 我特别到过老师的班级去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团和气 而且就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除了认真唱唱好他之外 老师给同学的指导跟鼓励 我觉得这是让同学感觉到贴心的 因为并不是说我们就去唱唱歌 我们唱歌还要让自己唱得更好 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本来就是唱得还不错的 我知道有一些好多名人曾经跟你学过唱歌 像之前的经文处的处长 陈方正 陈处长 他就很爱唱歌 而且他是唱国语歌曲 台语歌曲 客家歌曲 或者是日文歌曲 他都很希望可以在不同语言的歌曲里面有所表达 你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说假如我们已经有自信了 拿起麦克风可以唱歌了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 注意的事项很多 如果说你一直去追求的话 你想更比较完美 唱得更吸引人 给你有共鸣的话 注意的事情很多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你会有很多障碍 所以在我的同学们之间 我教了那么多年了 所以说我不是说 我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主意的教他们唱得好 而只是我把他的障碍拿掉 想到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声代 是上天赐予我们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乐器 一个发声器 任何的乐器都赶不上 你说我们从小开始 在一周岁之内 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我们的声代去表达了 那像现在我们这几十年了 年纪大家都那么大 讲了几十年的话 你练钢琴练个三五年也有成绩了 任何乐器小提琴都有成绩 几十年你讲话都一直讲下来 喜怒哀乐 你都可以表达 分次的分层次的你都可以表达 那说为什么你唱歌唱不好呢 原因就是说你有障碍 像哪一些障碍是您发现的 比较是一般人可能会碰到的 障碍主要的是 有时候对 你比如说你不知道 你的习惯上 这个习惯从哪来 从你听 你看电视 以前听收音机 从这些歌星身上 它的长处你没有得到 它的短处 你把它就都给留下来了 怎么叫长处没得到 它的短处在他身上 因为他有经验 他以长处 他把它的短处给盖住 给折住了 你听不出来那么多 可是你跟着他学的话 你的长处没有发挥 因为他是日积月累的 他会慢慢唱得 他唱得很好 他有一定的基础 可是你跟着他学歌的话 他的短处你就接受了 比如说可以举例子好了 我们唱一个歌声 我们的尾声 尾声你收尾 大部分人就收尾收得不太好 收尾收得不太好 就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吧 像 月亮代表我的心 大家都很熟悉都会唱 那你比如说来唱这一句的话 最后一句应该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白克风要拉远一点 你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现在跟着你的 你的key来唱 我们key不同 昨天一会儿我给你弹的key的事情 月亮代表我的心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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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涯路 我望穿了遥远的云和路 云和树很好 所以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尾音 这个尾音的处理要特别注意是吗 像我曾经有位同学 他唱这个歌的时候 他不只是唱这个 他唱很多歌都是 我走遍茫茫的天涯路 我望穿遥远的云和树 他收音的每一个收音都在一个音节上 一一一一 所以他不知道 老师这跟音乐的内涵跟程度 是不是有关系 比如说看着董普的人 他就知道说那个音就是那个音 他就不会唱到另外一个音 是不是这个原因 另外就说老师要不要也谈一谈 就是说当您在教学生的时候 您会不会让他做一些发声的练习 或许您刚刚讲的他是说 他这个是看谱的音乐 我觉得说都有可能 但最主要的说他不自知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是习惯上 他完全不知道 他知道他早改了 所以说你一告诉他 他马上就可以改过来 可是有的人如果他 有的朋友之间在人家唱歌 你不好打击人家 你不会讲他 但是你放心 如果是有人指证你的话 你要很高兴 很高兴 因为来讲邓丽君 大家都知道唱得很好 他还到日本去找老师 消除他的杂音 他找了四位老师 你们可以听听以前邓丽君的歌 同样的像小城故事 像这些歌 你听他以前的歌现在唱 你就会觉得他现在的声音 就是他以后唱的这声音 很清脆很干净 就像好像Fox对的很对的 非常好 又只是这个 所以唱歌还真的需要学习 透过老师的教导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缺点 好老师我知道 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位94高龄的好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中 谈一谈他唱歌的一些感想跟心得 好观众朋友 我们待会儿 李老师的学生 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一起来看看李老师的学生 也听听李老师怎么样教导 长者来唱歌 同时呢 因为唱歌而展现自己 不要走开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要跟您分享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花花世界》 有你有我 好我们在这个阶段加入了一个好朋友 就是吕佩玲 吕老师 吕老师可是我想很多朋友 都唱过他写过词的曲子 其中有两首最有名的就是《回忆》 另外一首是《你来》 这两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真的让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 余音绕梁就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好 我们给您介绍的老师是 吕佩玲 吕老师 老师好 谢谢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老师我知道啊 您自己是一个美声歌唱家 为什么您会想参加李老师的歌唱班啊 是的 我是学美声唱法的 在我退休以前 在台湾退休以前 我还跟我的学生说 不要让他们唱这个流行歌 因为我觉得流行歌 不能登大雅之堂 可是来到美国以后 我到处都 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流行歌 《 popular sense》 渐渐的我觉得这个流行歌 也有许多很好的歌曲 很动听的歌曲 我也想学 所以后来我就想找一个人请教 怎么样唱法唱这个流行歌 我又找到了李老师 那李老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这一点我很喜欢 他唱歌要把一个歌唱得非常动听 非常好 甚至于每唱一句 他重复很多字 教学非常认真 谢谢 老师那您要不要谈一谈 美声唱法跟这种通俗歌曲 流行歌曲的唱法 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啊 有有不同啊 美声唱法讲究这个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共鸣器 不用麦克风 不用任何机械 人的自身口腔鼻腔头腔 甚至于胸腔腔腔 都是他的歌唱的一个器械 他自身产生那个共鸣 那流行歌曲的唱法是 借着这个机器跟这个麦克风 来产生共鸣的 嗯我听一些朋友讲 就说您因为唱歌啊 变得更健康更年轻 要不要谈为什么这个唱歌 会对我们的身体 还有生命有这样的影响 对的 我就是以唱歌来锻炼我的身体 我不跑步 我也不运动 没有任何 那么为什么我 我今年94岁了 嗯我还能够唱歌 就因为我天天都在唱 天天我每天都唱歌 唱几小时 那为什么可以 使我们的身体健康 就是用活用气 全面生唱法的时候 一定要练气 练这个DiPhone 这个用着气的方法 就是中国讲丹田之计 你唱歌的时候 这个浑身的血液 这个气啊 随着它就可以流行 所以身体就很健康 是观众朋友 您听到了没有 这唱歌啊 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同时呢精神更好 老师我知道 有人曾经形容你啊 就是平常可能是组的拐杖啊 但是呢一听到唱歌 就像小女孩一样 雀跃起来 你要不要也谈谈 您每一次到老师的歌唱班的时候 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很喜欢唱歌 那么我最初到 接触这个流行音乐 我是到这个老人中心去唱卡拉OK 那么后来唱唱唱 我刚进去的时候 他推一个轮椅 后来唱歌唱唱 我就把轮椅丢掉了 拿个拐杖 后来就到李老师呢 就去学了以后 学唱歌 拐杖也丢掉了 到现在我走路还走得很快 哇 李老师您真的是很棒的一位老师 不不不不 我从李老师这边受益很多 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位很专业的音乐家 他在我们教室里边 麦克风对他来讲是多余的 或者改天有空 你们到我们教室来听听 我有跟李老师也录了一些歌 麦克风对他是多余的 他的声音非常顺畅非常高 他在唱高音的时候唱得很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敬爱他 他到了我们教室里 他是我们的宝 我们大家都很敬爱他 尤其那么的高龄 而且人非常慈祥 很慈祥 他对谁都是这样 都很照顾 老师刚刚教李老师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紧张 因为李老师是我们音乐界的前辈 所以对美声对发音 都是有自己的经验跟独大的见解 要不要也谈一谈 教长者唱歌 跟教年轻的朋友唱歌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李老师到我们教室来 你说紧张 我确实挺紧张 因为我这个人毕业麻木 不是说紧张的没办法 但是李老师我的兴奋 我高兴 跟我的这种觉得给我的荣耀 压住我的紧张了 可是李老师我谈不上怎么教他 我教他最多的就是小声一点 因为他那个麦克风出去 他平常不用麦克风 他只能用麦克风出去的话 实在声音太强 其实李老师他不需要麦克风 而且他就是对通俗的唱法 所以说有很多的音 很多的要求不像美声这样 要求的那么严 所以李老师到我们教室里边 他尝试着 尝试着这种唱法 他很快就进入情况 这很了不起的 这因为有很深厚的底子 底子才行的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 因为平常老师唱是美声唱法 可能是钢琴会配合您 或者其他的契乐配合您 可是像机器半唱带 他就是一个比较制式的 那在这个部分 老师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要说这一点 我就非常感激李老师了 我刚开始学唱歌唱流行歌 我跟不上卡拉OK 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平常唱歌都是钢琴伴奏 那我要它延长一点 伴奏就会给我延长一点 我要它缩短一点 伴奏就会缩短一点 那这个卡拉OK它不等人 所以我只有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来表现我的感情 这个要一个技巧 是 李老师我也听过一些 教音乐的老师 他们真的就是对卡拉OK 这一块他们是比较生疏的 你要不要谈一谈 比如说唱贯合唱团的 或者是唱贯美声唱法的人 他可能接触这个半唱带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瓶颈难以突破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在拍子上 在拍子上在感情的书法上 表达上 美声非常非常注重音质 拍子跟音准 像卡拉OK不是 你唱出你的感情来 但是卡拉OK难 讲卡拉OK 一般都讲 卡拉OK不等大雅之唱 其实他有他的唱出 最大的唱出就是 他逼着你跟着他 像李老师这样 他歌唱起来 乐队一定是跟着他 像大明星都自个都有乐队的 就是 但卡拉OK不行 那么小小机器 你差一点人家不等你 不等你 你等会唱起来就不协调 是不是 所以说你毕竟你要去 这个很委屈的要跟着他 我说慢慢慢慢 你在跟着他之间 你在发挥你的自我 这个样子唱起歌才比较动听 我知道老师有时候 会带着同学一起练声 同时呢 用一个很简单的音阶 去练那个真假音的转换 老师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把您的这个秘诀 透过荧幕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点分享 因为我 我这个也不是正规的这个 不像李老师这样 是正规的这个 这个音乐学院出来的 所以说我怕 我教同学练声的话 像正规的练声的话 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 怕把他们给练坏了 所以说我四个就是 想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那怎么着呢 其实嗓子不会坏 你只要发音正确 不可 你只要发音的正确 你用的适当的话 它不可能坏 因为我一天讲那么多话 尤其是我话多 从来你没听我嗓子哑过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用音要用的正确 像我教同学呢 我就写个什么 我写幽斗 幽斗您知道 幽斗不知道 中国翻译叫 越得而跳 就是 你看过真善没 是 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试一下 好像就是那个 在山上他们会彼此 哦雷 哦 就这就是了 你先试两个音好不好 有的雷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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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好极了 我家同学呢 我就先请他们练两个音 因为你这是有基础的 所以你知道 两个音 第一个就是说 听过不咕鸟叫吧 不咕 不咕 就是慢慢的 慢慢听一声 只念这两个音 又都是什么 又都是 就是胸音跟头音的互相的 互相的这个快速的交换 慢慢你唱唱这个 这个对练气也很有帮助 这一点 所以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 通俗的歌曲唱 我们也要很用心 比如说平常也要练点这个气 像您刚刚特别讲说 不咕 不咕 这个也可以练 对 另外就是刚才讲的 像是这个奥地利的这个 就是这样 这样练 还有一般的就是叫它们吹唇 这样 这个很难 老师 有的会 你不会吹唇 你残舌 这样 你练会了 慢慢的你就会了 坐着不会 你躺着会 最好的你洗澡的时候 你放松了 你会很容易发生出 但是问题是吧 这为什么这个练气呢 因为你太用力 它就不会 会有那个效果 你不用气也不行 所以你一直要顺着它 但你会了之后 给它变调 就这样 就要变调 慢慢慢慢的 你唱起歌来 你的气 你就会很顺 你的歌就会柔软 就好 就好听一些 就是这样 好 观众朋友 其实啊 只要会讲话 就可以把歌练唱 练好 而且呢 不是唱不好 或者是声音不好 而是要让它唱得更好 我们待会呢 还会有两位李老师的学生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他们唱歌的一些心得 经验 还有最难突破的障碍是什么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老师 来到节目中 也谢谢李老师 把这么好的学生 带到我们节目中 我觉得这有违者亦弱势 94岁了 还要唱歌 而且还要继续唱下去 好 我们待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花花世界 有你有我 今天的主题是 休斯顿好声音 我相信在我们电视机的朋友们 有很多人是很会唱歌的 但是今天这个 休斯顿好声音啊 我们不是说您唱得不好 而是好还要更好 在我面前的两位好朋友啊 都有小超 要不要讲一下 是不是比唱歌还紧张 上电视比较紧张 好我们先来问陶家乐好了 我知道您也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唱歌了 为什么会重拾麦克风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唱歌 可不可以谈一谈您的这个过程 另外我知道您参加这个 知音歌唱班啊也有一段时间了 谈谈您的知音歌唱班 是一个什么样的班级 我是大概两年半以前半退休了 半退休以后一直 大家都知道这个唱歌 可以提高我们的快乐的指数 所以我在想唱歌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张了嘴就可以唱 学乐趣你还得去买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在想唱歌对我说不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就开始要找老师 找老师呢我原则上是很多唱歌班 就是说你去了 sign up 你就可以轮到你就去唱 但是没有人教 那我很希望说有人能够指导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很有缘分的找到李老师的唱歌班 在这个唱歌班里面呢 对不起啊 那我进了这个唱歌班以后呢 我就听李老师说了 说我们这个班是叫大气班 那大气呢就是大气晚成的班 我在想很适合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大气晚成 那同学之间呢也很谦虚的说 没有啦我们是音障班 我们声音都有障碍 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我们唱歌的原则上就是说 都是单独的指导 那同学唱了以后呢 老师就一句一句的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 老师就会纠正 纠正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以录CD也可以录DVD 那这个纠正东西以后 你拿回去 你就可以按照这上面去 停了以后呢 你下次再来唱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改变很多 那因为每一个人的起点都不同 有的人以前就唱过 就像吕老师 他以前唱过 所以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 所以在班上 老师有很严格的要求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欣赏别人的音乐 所以老师很有耐心的在教我们 很认真的个别指导 我们同学之间也有很互相的支持 那所以我觉得是在 在这个班上面得到很多的 是 我去过你们班上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班级 就是每一次聚会 你们都会自己会带一点点东西 除了唱歌 我觉得也是一个交易的环境 那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说你在这个部分 你觉得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 尤其是在唱歌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些缺点 那可多了 我以前的缺点可多了 我记得我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 老师叫我试唱一下 那我自己的感觉我是在唱君歌 就是把字唱出来就是了 然后慢慢的呢 就把老师就教把感情放进去 然后再把一个歌要怎么唱的 能够让人家一听就很惊艳的感觉 这都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现在拿起麦克风 我觉得不仅不会害怕 还很有自信 那还不至于 还在学习中 还在学习中 是 家琳很谦虚 我们再跟朋友介绍家琳 家琳可是我们乔界的名人 曾经担任过各个社团的负责人 不过唱歌这件事 对家琳可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一个心结 要你跳个舞 或者是要你拿起麦克风主持节目 对你一点都不难 为什么唱歌这件事 是一件这么辛苦的事 要不要谈谈你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对我们刚才讲到 教室里有不同的程度 像吕老师是有做过很正式的训练 那像珈乐呢 他也是很喜欢唱歌 也常常唱歌的人 那我是另外一个极端 我这来教室之前 我是几乎从来没有唱过歌 我是非常非常恐惧 我可能是我想 从小也许有人就告诉我说 你不会唱歌 我就不敢唱了 不敢开口 你知道越不敢开口 那就出来声音就会觉得越快 你就觉得很 embarrassing 我绝对不可以开口唱歌 也怕别人听了 觉得人家都会不舒服 所以 来到教室学唱歌 是真的老师的耐心 同学的鼓励 当然老师教导有方 这对我来说 不会唱歌 以前我的办法就是说躲避 我不参加这种唱歌的环境 我不到那边 就不用接触这个 但是我现在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 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就是说一个我这么害怕的东西 我根本一辈子讲不可能做的事情 我现在慢慢的把它征服了 就像老师讲的 他帮着我把我的障碍一点点的拿开 我并不是说这么有天分 可以唱歌的人 但是不一定要有天分 才要唱歌 只要你喜欢 你学习 就可以享受到那唱歌的乐趣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 就好像 我感觉这样 我以前好像有个自闭症 对唱歌是自闭的 但我现在觉得 我那个门好像打开了 我看到那个 那个很漂亮的花园里的 就像你这花花世界 以前我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 完全没有享受过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 只要你喜欢 你就可以去尝试 然后学习就会了 不过既然两位来到这 我们也要谈一谈 我觉得 其实现在 比如说一个party结束以后 大家隐藏高歌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那当然就有像佳琳这样的人 可能在他以前 他就是能避就避 那最后避不了了 就去上课吧 来学唱歌 但是一般来讲 像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就会 拿着麦克风 就不放下来 一直唱一直唱 你们要不要谈一谈 你们在这歌唱班 就是除了唱歌的 这样的一个 更往上一层楼 学习到更好的一些唱歌技巧 你们还学习到什么 这个学习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可以让我们在社交上头 有一些些帮助 我们唱歌班 教了我们很多的生活上面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谦虚 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 我说过 所以你不是去参耀你自己 而是去让自己进步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谦虚 那我们除了自己唱歌之外 要给别人的鼓励 这个我相信佳玲说的就是这样子 只要人家给她鼓励 她会继续唱下去 她会越唱越好 要是有人给她喝到彩的话 她会很快的就离开这个班 所以我们班上 是不准有这种情况发生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处得相当的和睦 我知道你们隔一阵 就会有个成果发表 大家就会把这几个月 学习的一个歌曲 做一个展现 我想问佳玲 就是说你可能也后来 有一些机会到朋友家参加party 然后他们可能就 大家都来唱卡拉OK 你第一次敢唱的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谈一谈 第一次还是非常紧张 现在可能还是会紧张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我敢接触了 那我知道我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 那我晓得我只要一首歌 我可以慢慢学习 我可以把它唱得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在教室 我们不只是学唱歌 你觉得我们三个月 会有一个等于是一个小小的表演 或者这样子 我们还学了很多 在台上的台风 最主要怎么样表达一首歌 唱能唱是一回事 但是每一个歌 有每一个歌的感情 你自己对这首歌的感受 而且每个人的声音 就是同一首歌 每个人唱会唱出来不一样 那不是你的声音好坏 而是你要利用你的声音 唱出你的特点来 那这样就是个美 真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歌唱班 我可以感觉到 你们两个脸上洋溢着 非常开心的这样 当谈到这个歌唱班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是很愉悦很开心 然后深深引以为傲的 家庭要不要谈谈 就是说你在这个歌唱班 除了从不敢唱 然后敢唱 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学习到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个同学的相处 因为老师非常的强调 我们就是要像一个小家庭 一样很温馨的 所以我们来 朋友我说你们唱歌什么时候 我说我们从一点钟 下午一点到五点 他们说哎呀 怎么这么长 但是我觉得 我每次觉得 哎呀 什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我到教室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开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 享受同学 老师 享受的歌声 享受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教室里 我们大家每个人 都带点吃的东西 那我们会家里有 院子里有花 或者我们把花也带来 把教室布置非常的温馨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一个环境 给我们很大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比 当然 学会唱歌是主要性 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 刚才佳乐特别讲到说 每一次唱歌 教室都会帮你们录一个CD 然后回去可以听缺点 可是我觉得 要是我 哎呀 一听这个录出来的CD 怎么唱得这么难听 会不会就有些同学就因此不敢来了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只有越来越进步 是 那个我想很普通一般房间有两种笑话 就是说太太唱歌的笑话 就是太太一唱歌 先生赶快就把门窗关起来 就生怕人家听到她唱歌难听 或是另外一种呢 就是太太一唱歌 先生赶快就站在门口 不是我打的 OK 就告诉所有邻居这不是我打的 那在我呢 我们家是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以前了 在我参加唱歌班之前 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呢 我会发现 我唱歌 我先生就会避开来到别的房间去 那甚至于说我在一楼唱歌 他就到二楼 或者我在二楼唱歌 他就到一楼 那就让我好像觉得就不太敢唱了 但是我觉得到上课 到课堂里来的时候 我说每天都怀的好大的兴奋 到课堂来唱歌 有愿意唱歌了 对 然后现在呢 我居然可以录回到CD 然后我还可以问我先生 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听啊 他很愿意跟我坐在couch上面 然后听 然后点点头 嗯 不错 不错 所以不要害怕 绝对会有进步 那嘉宁要不要谈谈CD这样录下来 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那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可以 你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你可以知道说 老师讲的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就像老师讲 有很多时候 你是不自知 等到你听到老师跟你讲的时候 你再听到你自己唱 你说哦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老师常常问他也会在录的 应该怎么唱 那我们就在家里可以跟着他这样唱 嗯 好 观众朋友 不小心有没有感受到 这两位同学啊 对知音歌唱班 可是好好的这个夸奖了一段 不过我觉得让我最感动 是他们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 只要想做 然后有兴趣 他们就勇敢的去做 也因为这样 所以一步一步的唱的就更好 就有进步 好 观众朋友 待会我们还要再访问李老师 听听李老师对这个歌唱班 他有什么期望 有什么想法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跟视频 要跟朋友分享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花花世界有你有我》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休斯顿好声音 想不想拥有一个好声音呢 好声音可能有些人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很多人是经过学习 让自己越唱越好 好 在第四段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看 直音歌唱班的一段视频 来看看他们的学生 怎么样乐在其中 好 我们请导播放这一段视频 即也许简owanie 即也许简еж 快乐的时光是多美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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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屋黑意乃乡 那露坑 那又花 大亮震撑相助地 我们生活就想开夏 éta Huge YOT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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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多歡樂 我們哥哥哥小哈哈 大家心裡多溫暖 啊!像鐵匠檯如一家 甚至如願南常遊 尤其是果爐馬 悲歡離合受不了 我们勇敢要面对她 我们从来不害怕 大家尝误多温暖 要想想才有你啊 好 观众朋友您看到这段视频 是不是跟邵华一样 觉得好欢乐 好快乐 而且非常敬佩老师 我真的从歌声里面 听到老师的快乐 欢乐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老师您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说我看您的学生 大概有九十几岁的 七十几岁的 八十几岁也不在少数 年长的学唱歌 是不是已经很困难 有哪些障碍跟迷思 您要不要谈一谈 因为我看您会针对朋友 同学不同的音域 帮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key key对每一位想要学好唱歌的人 是不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唱歌不在年龄多少 如果说你气够的话 人家说你会呼吸就会唱歌 你会讲话都会唱歌 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看你呼吸会不会运用 你呼吸的不同 你快步跟慢步 你坐着跟躺着的呼吸完全不同 它的节奏都不同 所以说你要利用 你会利用它 而且会唱歌的人 他才唱这歌来 有的人误解之后 在每一个小节上 作曲的人或者编曲的人 在什么地方 一定让你在那个地方呼吸 那是没有错 最好你呼吸的越多是越好 可是这个呼吸 你不能让人看得出来 这样呼吸 那就破坏掉了 所以说这是个技巧 你呼吸的越多 你准备的越足 越好 一直保持到 一个饱满状态 因为你是要气 这个气要补充到饱满状态 这是一点 二点 这关于key的问题 这很多人都误解了 有的人不了解 老师什么叫做key key就是你的原始音 也就是你的自然音区 现在我跟观众们谈的 你的自然音区 什么是自然音区 比如说 你的两位朋友 在不同的地方 两个人在讲话 你看不着那是什么人 但是你很容易能分辨得出来 这是哪一位 那是哪一位 你很容易分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key不同 就是同胞姊妹和兄弟 你都分得很清楚 双胞胎你都分得清楚 不同 这个不同 比较男女的key不同 相差五到八个key 不同 但是来讲 普通的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自然的音区 我相信各位 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跟少华再讲一下 自然的音区 就是你找一个音 合适你的音 你在那种中音 你来试验一下 这七个音节 就是你的自然音区 如果你不感觉累的话 什么叫不自然呢 就是为什么 re mi fa so la si do 你为什么不从do开始 do不是更急吗 不 那个do你就要出气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re你也要出气 但是你如果练得久的话 你的音域会宽 会宽 do也进入你的自然音区 re也进入 或者更宽的都会有 所以说为什么 你唱得不吃力的话 你的do或是成了别人的mi 或者fa或者sola 对不对 这你们的音域不同 音区不同 音区不同 然后自然的 所以说 很多朋友有一个误点 我的同学也有这样 他在唱歌 我觉得他这个key不对 我给他降key 他认为我 好像我 我有点小看了他 小看了他 为什么我不能唱歌 唱歌不是吵架 唱歌不是笔大声 唱歌是你的感情流露 唱歌你要寻求共鸣 这才是你真正唱歌的目的 当然你唱得要快乐 不能伤自己 好 那有的人听 哇 费雨晴这条歌什么千里之外唱得很好 那个什么东西很好 他唱什么key 我就跟费雨晴 那你因为这个脖子唱 你会伤 你会伤 所以我跟同学讲 有的同学不高兴 他觉得我轻视他 我可以唱那么高 但是你可以唱那么高 你是玩高嗓 会伤你 最主要你做什么事情 练身一号 用什么你都不能伤自个儿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适合你的体肠 在以前的人 我决定 在以前的人 以前的歌星有名的 像周旋 白光 吴茵茵 我举一例子 你听过白光 唱过周旋的歌吗 没有 就是周旋也不会去唱白光的歌 对 他不可能会唱的 因为两个人的key不同 音域不同 音域不同 跟他作曲的人 都照着他的音 去来做的 是不是这样 像吴茵茵的歌也是一样 所以说你不要强调 你可以唱你的 用你的key 你全是高音的人 你可以慢慢地全是他唱得很高音 不一定嗓子要好 他天生一副好嗓子 那你幸运 那嗓子不好怎么办呢 你照样唱得动人 我们知道那个 Armstrong 那个小喇叭手 小喇叭手 你唱他唱那个 《La Vian Rue》那条歌 你去上YouTube听里看 哪个有他唱得那么动人呢 The Wonderful Word 没有人有他唱得那么动人的 他全是他好 所以说各位朋友 你在音低 你要珍惜 低音比高音难唱 练音你可以练高音 可以练两个key上去 把两个音接上去 低音你一个你都恰不去 因为低音要用气很多 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所以说这我跟一些朋友 我给他建议 唱得低的不丢人的 低音才好听 所以老师觉得这个唱歌 最重要是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音域 找到自己的key 所以在一般人 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 老师就会去听他的声音 然后帮他找到他的key OK 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你有没有碰到 就是像有些朋友们 就真的就是不敢唱 然后有很大的障碍 您觉得在唱歌的这个部分 有什么迷思啊 需要我们突破的 你就是 如果在我的教室的话 我请你相信我 我只请你相信我 我跟你讲的 都是非常实在的 因为你那么远跑来一趟 如果说我不真正的教你的 你也亏了 我也亏了 这都亏了 所以说我跟同学出的都很好 不要怕 有的人迷失得很厉害 有的人紧张得很厉害 我们曾经有同学唱过歌 你再去接他的麦克风 他麦克风是湿的 为了他紧张 就是这样 那碰到紧张的学生老师 怎么帮助他 那你慢慢地 慢慢地陪着他 你绝对不能给他压力 你给他压力就 他就更紧张 就跟鸟儿似的跑了 飞了 我说他害怕 对我知道老师 在教学生的时候 因为我也曾经听过一些音乐老师 他们觉得说 要把考来OK唱好 或者这个通俗歌曲唱好 这个唱谱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老师在这个部分 好像不是这样教学生的 你要不要坦白您的一个感想 对不起 因为以我们这么前年纪的人来讲 看谱对他们来讲很吃力 不但你帮助不了他 而且他分心 为什么 他去看这个谱 他跟这个谱 但大部分的歌 他想唱的歌 都耳熟能详的 不像以前 收音机也没有 有的以前 其他的音乐设备 更没有接收设备 现在满街都是哪里 你走个路 还有个随身听的 所以你听歌很容易 你就听很熟了 就这样 所以说 安心的 慢慢的 相信你会唱得好 自己要先有这个自信 我慢慢的 逐步的慢慢的走 我这个路会走得越走越稳 会好 就是把自己熟悉的歌曲 好好练习 把感情投入进去 把这首歌唱好 也是一种收获 好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为您筹划的 休斯顿好声音 希望你也能成为 其中的一员 进而我们可能可以变成 中国好声音 台湾好声音 甚至于世界好声音 今天为您做专题 希望您喜欢 但是我要跟老师说 谢谢 上了您这一堂课 真的学到很多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观众朋友 在看我们这个节目 非常感谢 好 别忘了去练那个 OLEO OLEO 那你的音域就会增广 然后那个转音就会越练越好 今天的花世界 有你有我 这位朋友进行到这 再一次谢谢朋友的收看 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